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讲一个还未经正式的故事啦 但是呢是跟我们的朋友 Mechanica 他们透露的消息 也就是说 Proton Exora 在今年停产之后呢 Proton 会有一款代替的车款出现 这款车款呢其实就是很多很多年前就传闻过的吉利佳计 那么吉利佳计是什么车子呢?还有这款车会不会来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一个话题 首先呢在故事开始之前我们先来讲一讲 Proton Exora 这款车 这款车是第一款马来西亚国产的 MPV 车型 也是 Proton 自主研发的新车 它采用 Proton 当时全新开发的 P2 平台打造 而这个平台其实很了不起啦 它可以打造这个 Venture 它可以打造 MPV 它也可以打造 Sedan 后来的 Proton Preway 和 Proton Suprema 同样的也是采用这个平台开发 OK 我们讲回 Exora Exora 是当时第一款马来西亚自主研发的 MPV 车型 所以在上市的时候它的销售成绩很不错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实用性 然后加上它的这个价格也非常的清明 所以很多人买这款车 一开始的 Proton Exora 是采用 1.6 公升的 CAMPRO CPS 引擎 然后在 2011 年的年末呢 原厂为它推出了一个小改款 而这个小改款呢 采用的则是基于 CAMPRO 引擎开发的 CAMPRO CSE 或者是 CAMPRO Turbo 引擎 最大满力表现是 138 PS 红支扭力的表现 205 牛顿米 而这个引擎也一直从 2011 年使用到现在 已经有 12 年的历史化 一下子就 12 年了 好快 从 2011 年到 2023 年这段期间呢 Proton Exora 一直没有大改款的消息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当时 MPV 市场已经开始逐渐的没落 然后加上呢 Proton 本身也遇到一些问题啦 所以在这段期间里面呢 Proton Exora 只有一直进行小改款 来延续它的生命周期 虽然讲目前为止它的销售成绩不如以往 但是每个月平均都还有 300-400 台的销售成绩 老实话在买家的 MPV 市场中呢 这个销量也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 可是因为这个平台真的太过老旧的关系 所以有消息指出呢 Proton 会在 2023 年的年末 正式停产Proton Exora 这是不是就代表着Proton 会放弃这个 MPV 的市场呢 其实根据早前的一些消息指出呢 Proton 确实有计划采用这个Proton Exora 的平台 推出下一代的 MPV 设行 但是这个计划被砍了 我相信主要的原因就是当时这个 MPV 的市场 确实真的不比以往 所以原厂做出这样的决定我觉得还是蛮合理的 那么最近呢为什么会有极力佳季复活的这个传言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因为在 2020 年开始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MPV 市场开始复活 像是 Mitsubishi Xpander Proton Elza 跟这个 Toyota Veloz 这样子的车款 其实都卖得非常的好 但是这几个车款呢 基本上都是主打小型 MPV 市场 在中型 MPV 市场呢 其实只有 Innova 跟 Nissan Serena 它们的中间有一个非常大的价位的空格 没有一个 Product 没有一个产品是在这个价位内的 所以可能 Proton 就是看准了这个市场 加上这几年呢这个奇人座的车款需求量恢复 所以他们才会做出这样子的决定 其实在 Proton 被吉利收购的头几年呢 确实有一份报告指出呢 Proton 会基于吉利的车款推出三款新车 第一款的代号叫 NL3 第二款的代号叫 XS11 然后第三款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佳季 而前面的两款车型呢分别就是 S70 跟 S50 啦 那么这款车为什么那么久了都还没推出市场呢 就像我刚才讲到的 当时的 MPV 市场其实不如以往 然后加上呢这款车的成本价可能不低 所以导致了推出的计划被取消 而实际上呢当时就有谍照指出这款车的白车身 也就是 Body in White 已经出现在 Dungeon Mining 的工厂了 所以可以确定呢当时原厂是真的打算推出这款车型 但是之后据说啦 这款车就被这个 S90 给取代了 或许就是因为这个 MPV 市场的复活 所以他们打算以这款车来取代 Proton Exora 实际上加季跟这个 S90 也就是豪越呢 是采用相同的平台打造的 他们的这个开发代号分别是 VF11 跟 VF12 所以可以看出他们的这个关系是非常接近的 而且虽然说豪越的平台大了不少 但是实际上他们是基于同一个平台开发 因此呢这个加季重新回到马来西亚市场呢 是有可能性在的 而且这款车的车身时马实际上跟 Proton Exora 差不多 但是它的走距比较大一些 所以导致这款车完全完全全可以取代 Exora 的地位 而且实际上这款车的空间表现也还不错 根据一些中国媒体表示呢 这款车的空间表现要乘坐7个大人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也非常适合继承 Exora 因为它的最大卖点就是后排倒屏之后空间非常宽裕 以及后座可以乘坐大人 加季完美的符合了这个点 至于在引擎的部分呢其实也没有什么惊喜啦 我们相信这款车如果真的推出的话呢 它应该会搭载这个1.8公升的 TGDI 引擎 或者是1.5公升的 TGDI 引擎 前者的马力为 184 PS 峰值扭力表现 300 Nm 后者的最大马力表现是 177 PS 峰值扭力表现 255 Nm 都是匹配七速的双离合器变速箱 那么这款车是不是真的会复活呢 其实早前我们有跟原厂稍微询问一下 但是原厂没有给出一个正确的答案 他们只是表示呢 目前原厂会忙于三款车型上面 第一款就是这个 S50 Sedan 就是这个 C-Segment 的 Sedan 然后接下来呢 就会有两款车型的小改款 那么哪两款车型我就不讲啦 大家应该都知道 那么之后在 2024 年原厂会不会有新车呢 我相信这款车会是原厂 2024 年的主力车款 只是目前原厂没有承认这一点 也没有否认这一点 所以未来这款车会不会引进马来西亚市场呢 我们就接下去看一看啦 我个人觉得可能性很大的 而且还有一个重点就是马来西亚汽车的税务呢 对于 MPV 或者是七人座的 Crossover 是跟一盘的车款不一样的 会略低一点点 因此这款车如果真的引进马来西亚市场 它的价位应该会非常的有竞争力 那么这款车有没有机会成为 Elza Veloz 跟 Xpander 的杀手呢 我们拭目以待 当然前提是这款车要引进马来西亚市场啦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节目的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啦 拜拜